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行蓝老总林福毅 各位朋友 你喜欢看日本电影吗 提到日本电影 我们就要介绍日本的国民导演施之玉和 施之玉和他拍过很多温馨感人的家庭片 包括像《比海还生》、《小偷家族》 当然施之玉和最喜欢用的一位演员 也称为国民奶奶演员 那就是树木犀灵 那树木犀灵女士呢 已经在2018年离开我们了 可是施之玉和呢 跟树木犀灵他们是导演跟演员关系 可是他们在工作之外 他们的合作关系又有一项是母亲跟儿子的角色 当然在树木犀灵离开人世之后 在离开一周年的时候 施之玉和想要帮他出一本书 这是我今天要介绍给读者朋友的书 介绍这本书 书名就叫做 与西林携手同行 施之玉和呢 其实他在跟这个西林女士呢 他们的合作关系已经非常久 他们从2007年开始认识 当时第一部影片呢 就是恒山家之位 当时呢 导演有提到 其实呢 他们在这个跟演员 在做选角过程当中 我们都听到casting 要选角 要对话 可是当时的施之玉和 根本就是锁定了 要由树木犀灵来担任他的女主角 扮演母亲的角色 当然 施之玉和也提到 他在做这个角色设定的时候 根本是为树木犀灵量身定做 而树木犀灵呢 其实也一口就答应了 我们施之玉和导演的这个演出 他们因为这个恒山家之位 开始结任之后呢 长达将近十年的时间呢 他们有无数作品 在这个施之玉和导演的 在电影当中呢 跟树木犀灵他们合作过六部电影 当时在2018年 小偷家族 那时候可以说是他们合作的巅峰 在书上就有提到 在2018年的6月9号 当小偷家族的试影会完成之后呢 只看到全场 就是施之玉和 他跟这个树木犀灵他们有个对话 这里面呢 其实树木犀灵在看完电影之后 就跟施之玉和说 你要忘记我这个老太婆的角色 多去跟年轻人合作 而且我再也不会跟你见面了 当时施之玉和觉得非常的惊讶 为什么树木犀灵会跟他讲这句话呢 其实树木犀灵在演艺圈里面 就是他有一个自己非常特别的个性 他总是像独行侠一般 他的价值观 他对于很多人的看法 其实跟我们想象的这种明星的光环 是不太一样的 而树木犀灵在讲这句话之后 真的就没有再跟施之玉和导演见面了 在那场特音会结束之后呢 施之玉和八月他飞到了巴黎 要筹拍另外一部电影 不过这时候他听说呢 我们树木犀灵女士呢 因为骨折不小心住院了 所以他心里非常的紧急 所以他又从巴黎飞到日本 想要见树木犀灵 可是呢他却没有办法看见她 后来在九月十五号那天呢 树木犀灵离开了人世间 所以他跟施之玉和导演 真的在那次的小偷家族的特音会之后 再也没见过面了 施之玉和其实他非常的难过 他一直在想为什么树木犀灵在那天六月的时候 会跟他讲这句话 他终于明白了 或许树木犀灵不想让他因为有陪伴的机会 而在感受到那种离开他的痛苦跟悲伤 所以他选择了不再和施之玉和导演见面 施之玉和导演于是呢 去搜入当时在switch杂志 他们两个有曾经有六篇的访谈 是导演跟演员之间的对话 也是施之玉和跟树木犀灵 他们就他们合作过程 六篇非常温馨的有趣的 分别从导演到演员之间 他们对于演艺圈 对于电影 对于角色阐述非常精辟的对话 施之玉和说 在树木犀灵去世一年后 他将这一本书 当作是要给树木犀灵 永远记不出的情书 但是在这里头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导演施之玉和 对树木犀灵 你说是儿子对母亲的那一种 来不及的爱 或是能够跟树木犀灵 以导演跟演员的关系 共同在这个电影当中 实现了他对母亲的那一种 关爱守护 以及他想要拥有的母子之情 在这本书你在读的时候 非常的有感 那里头呢 当然提到了 张实施之玉和导演 为什么会选定树木犀灵 来成为他的女主角 因为树木犀灵 因为她从30岁开始 就演了这个奶奶的角色 里头呢就有提到 大家都认为她是国民奶奶 可是树木犀灵她说 她从来不看她自己演出的电影 因为她觉得这是一个 她演过就已经结束的工作 所以在这里头你就会看到 树木犀灵她非常坦率 那我刚刚有提到 她在30岁的时候就演了奶奶 可是那时候她说 她的手可是手磨的手啊 她觉得她手也是 非常的白皙的皮肤 那怎么办呢 当然化妆师说 那我们就在上面加点颜色 涂点老人搬好了 可是树木犀灵说 她可不愿意呢 所以她在演那个奶奶的角色 你知道她怎么做吗 她就戴了一个白手套 然后把指头把它剪开 然后就想要遮住她的手 但是她觉得手指是好看的 所以她说没关系啊 为什么一定演老人 就是要秀出那个有老人般的手呢 在这里头 我觉得树木犀灵 她总是有很多奇特的想法 当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是势之欲和 跟这个树木犀灵的答案对话 可是他们在对话当中 你隐约真的觉得 我们的大导演 就好像是仰望着母亲 在跟儿子一样 在说话一样 所以我觉得那一种笔触 那一种对话的温暖 是非常有趣的 当然在这里头 她也提到树木犀灵 她非常直率的故事 例如说她们是参加 国外这个影城的这个颁奖典礼 然后当然会有一些私下的生活 其实呢 世之欲和都说 当她看到这个电影 受到大家欢喜的时候 其实她觉得她比较开心的是 树木犀灵的演出得到大家的肯定跟掌声 至于她自己 她反而退到后面了 那里面就有提到 她们几次这个用餐的经验 我觉得树木犀灵真的非常直率 其中有一篇呢 是她们到西班牙去这个米其林餐厅用餐 大家都想说用米其林餐厅 来好好的这个疗愈一下 这个树木犀灵 这长途跋涉到西班牙的辛苦 没想到呢 树木犀灵在吃这个米其林餐厅的餐点之后 她眉头一皱 当主厨来问她们说 餐厅都还好吃吗 你会怎么回答 大家都会说还不错吧 但树木犀灵就说 不不不 你加工过头了 我食物的原味都吃不到 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吃什么 所以当时大家都吓了一跳 树木犀灵就是如此之直率 后来她们又因为这个送行者电影呢 来到香港之后呢 当然呢 也是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树木犀灵呢 其实呢 当时的这个片商也是邀请她们去一家 非常高级的餐厅吃饭 可是当时呢 用的是每个人一个套餐 那只有简单的港点 然后跟一个面这样子 那树木犀灵你就觉得是太寒酸了吧 对于其他的演员 其他工作人员是非常不敬的 所以她就找了当地的这个餐厅说 你怎么可以准备这样的餐给我们吃 那当时的工作人员当然非常话说说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下次会改进 这是我们工作上必须学习的 好好好 那就想要打发树木犀灵 没想到树木犀灵就要跟她说 既然是工作先学好再走 所以呢你知道在这过程里面 树木犀灵即使是对一个餐厅的人员 或者是她对于自己用餐的个性 她其实是真实在表达她感受 她一直觉得要忠于做自己 所以在演艺圈里面 树木犀灵一直树立她独特的形象 而在这本书里面 我看到世之愈合 她在这个树木犀灵这个去世周年的时候 完成这本书 而在这个去世即将满三年的时候 我们出版社也出了这一本书 来作为对于树木犀灵的一个纪念 我觉得呢电影是表现出 树木犀灵在掌握角色 她怎么演出一个老太婆 她一直说她这个老太婆就是她自己 她常有时候呢 在演戏也是旺性 可是她即兴加的一些台词 或者一些动作 也是会让这电影有加分的效果 例如说在《比海海生》里面 就曾经她们在排戏的时候 可能就不断的会到卖茶 但是呢这个后来在正式演出的时候 她卖茶已经喝完了 那怎么办呢 她就会很随性走到冰箱说 我再来一杯好了 所以呢我觉得她不会因为这样的角色设定 跟当时在彩排不一样 她就乱了她的一个正角 反而会因为她非常自然 而纯真又朴实的演出 演绎了国民奶奶的角色 在这一本与西林 西手同行里面 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导演跟演员之间 她们的合作情谊 而藉由此书 或许我们可以看到 另外一种人生 跟剧本之间微妙的结合 如果喜欢我说书 欢迎订阅行难老总 每个星期说书给你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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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